《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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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你收看今集的《小星星》 是我 請你給我兩首歌的時間 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已經來到我們最後一集 也是第十六集 由第一首歌跟你介紹的《小星星》 BB仔你可能聽到第一首 和天文有關的歌 到最後一首 也是今集主義的內容 《陪著你走》 希望在這十六週中 我們做的工作 不要令你失望 希望你會得到 少少和天文有關的科學知識 以及它可以和音樂連結的部分 在1986年 盧冠廷先生他推出了 這首專輯《陪著你走》 這首歌當然很好聽 好大賣 亦有不同的翻唱版本 在最近的2015年和2017年 有兩套電視劇 都是用了它來插曲的 分別是 《陪著你走》 這套電視劇 以及《不可殺嬌的女人》 今集我們仍然是 多謝我們支持了我們十六集的Treezer 來演唱這一個版本 大家一起看啊 《陪著你走》 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 一生一世也不分 天天偏出两相组人 挂千山过千海 如果走到这世界边段 我倆已是无力前行 跟我一起飞去 不想想时间片刻变成旧 全为你分秒亦停留 因你身边有我更压你的手 这份爱随说永不会长寿 陪着我一生都白头 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 一生一世也不分 天天偏出两相组人 过千山过千海 如果走到这世界边段 我倆已是无力前行 因为我身边有你更压我的手 而爱随说永不会长寿 陪着你一生都白头 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 一生一世也不分 天天偏出两相组人 过千山过千海 如果走到这世界边段 我倆已是无力前行 跟我一起飞去 歌词里面有一个提问是这样问的 谁说时间片刻变成旧 我在这里回答我会说我说的 在世界万物里面 陪着你走 一生一世也不分 可能这一样最后的东西就是时间 所以我们今集这个主题 就是跟你讲时间 我们通常说宇宙 究竟什么是宇宙呢 宇宙的宇 其实就是讲空间的意思 而宙就是时间 所以宇宙就是空间时间 一切所有东西的一个统合体 沃恩斯坦是一个这么伟大的科学家 在他的相对论里面 就是将宇宙好好地和大家解释了一次 我们知道了时间和空间其实是分不开的 在物理学里面 时间是一个纯量 纯量的相对 所以时间是既没有方向性 只有大小 但是它是可以被测量的 根据沃恩斯坦推出的合议相对论 它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时间膨胀 速度快的物体 它的时间流势得比较慢的 既然沃恩斯坦推出了一个这么神奇的理论 自然会有科学家去做一个实验试试试 去验证一下它 理事长李师兄做了一个节目叫做你听得懂的相对论 大家可以重温一下 不单只运动速度会影响时间的流势 根据沃恩斯坦另外一个很出名的理论 也就是广义相对论 它说的是时空扭曲 我举一个例子 刻动一个质量这么大的天体 它的时间是流势得非常非常之慢的 如果距离刻动越远 它时间就会快很多了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在日常里面我们会用到全球定位系统 也就是GPS 在计算这个这么正确的位置 其实在地球外面的卫星 它都需要计算时空扭曲 包括它自己本身的高速运动 对它自己时间影响的正确度的计算 当它弥补了这个差距的时候 我们出来的结果 这个位置的准确度就会大大提升了 我们介绍了爱因斯坦的合议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都跟时间是有关系的 现在我和你介绍另外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亦都是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 他对时间的观点是怎样 他认为时间是开始在宇宙大爆炸 那一刻开始的 在《热力学》这个物理学科里面 时间是被定义为不可逆的 在最近有一部电影是在热播中的 叫做《天能》 导演路兰就构造了一个时间可以逆转的世界 当然只会在《科幻电影》里面出现 但无论如何 时间对于我们来说 不离不弃 陪着你走 我们有缘再见 好感动 我们找Triser来唱16集 Louisa有帮我们剪了16集 我想他都差不多 看到螢幕都想打爆我 他们都看着我的样子 可能我们暂时会停一停 有五个人的 整个工作小组 我负责打斩 你看到这支CAMP 那支CAMP 这个不是 那支灯 那支灯 都是我负责搞的 我是写稿子的 Hello 我是Triser 我是《律星》里面就是负责主唱 我是负责剪接的Louisa 我是《律星》的主持人 我是斯文俊 有一天老板说要想个名字出来 想了七八天 然后列了十几二十个名字 好听的又有 不好听的又有 星星和英文的星想结合 Their start 又有欧洲的感觉 法国的这个感觉 律星 这个感觉就好听很多了 La 这个星 La 这个星 律星这个名字完全表达了我对这个星空的言爱 其实当时我本人最想改的那个名字 就叫做《吸我两首歌的时间》 蛤 请大家给我两首歌的时间 请大家给我两首歌的时间 请你给我两首歌的时间 是 第一次同一集 多谢你 首先支持了我们十六集 你自己觉得我们是不是很不专业 本身我又不是拍片说很聪明 可以再 停一停 再什么 电啊 澳门来说我觉得是个中间偏上少少的 台举台举 真的 台举台举 还可以出到十六集 看得出我们眼袋都为了这十六集都熬了很久 其实呢 如果要那个镜头移动呢 在同时的背后做很大的动作 同事要托着那么多的工具 跟着要做好的对招等等 相对来说呢 是以一个保保单位来说呢 是困难的 以前我们在电视台拍摄 2000年之后 其实本身我都是喜欢在户外呢 做一些街头社区艺术去表演 吉他弹唱的 那这个是我一直比较喜欢的一个表演方式 因为比较freestyle 我又可以跟观众很近距离接触 而可以将我这种街头音乐的艺术 带进来天文馆 而亦都配合天幕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是一个挺特别的尝试 谢谢 如果我们有机会再邀请你做第二集的话 你是不是会拒绝的呢 我会照做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期待拿新第二集 未来暂时没有打算 蛤 未来有新节目 有什么节目要拍就拍了 那就继续加油 希望再跟大家见面 有机会就 好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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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